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韓国留学通往的专制讲师李真炫 今天我们要开始一枚新的课程 topic初级词汇练习 好 现在我们开始 首先要跟大家复习一下 之前大家练习过的单词 一定要注意这些单词的发音 大家对这些单词还有印象吗 下面 好 下意 这一页我们给出了单词的意思 大家一定要努力回想一下 这些中文单词用韩语是怎么书写的 数码相机 디지털 카메라 선풍기 세탁기 에어컨 청소기 컴퓨터 텔레비전 好 下意 沙发 沙发 소파 가구 식탁 의자 책상 침대 책장 韩国语有变音的情况 大家一定还记得吧 下一个 好 我们做一下词汇的练习题 首先大家看一下 阅读一下句子 然后看一看哪些单词是符合 cohounet的内容 嗯 大家已经都做完了吧 那我们一起来解一下这些题 首先四个单词的意思 我们要看一下 没打 背 かうゆ 剪刀 つるだ りん こっちだ 修理 那么第一道题 第一个句子的这些词 都是什么意思呢 아이 연필 가방 학교 아이는 책과 연필을 넣은 가방을 括号 음 这个括号我们以后 会用 땡땡来代替的 呃 땡땡고 학교에 갔다 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好学单词的意思了 连接起来应该就是 学 孩子能 背着 背着 放了 铅笔和 书的 书包 去 学校了 没 没打 应该是这个句子的 答案 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同学会 有一些小小的 嗯 问题 没打 嗯 没打之前我 背了一个跟它长得差不多的单词 是这么写的 那么注意一下这两个没打 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上面的没打背 是 哦一楼 哦一根的 结结结结尾的一个单词 背 下面的这个没打是 啊一 结合的没打 这个是带的意思 所以我们中文有什么 什么东西可以带呢 领带是可以带的 手表是可以带的 帽子是可以带的 但是背呢 就主要用在书包里 是吧 所以我们选 哦一 结尾的单词 没打 第二道题 括号 而是书楼 书楼 下戯中文字 我都将写的 吕楼 Presto 있으 那这里面的单词有 那里面的单词有 刺激 黑林 咬 你串 书楼 Podcast 有 似书 으로和로的區別 我們大家應該都知道 是看這個單詞有沒有pacim 我們知道pacim是什麼意思的 如果有pacim的話我們需要 ㄨ 來連接 沒有的話直接用ㄨ就可以作為工具的代表 那用什麼是可以把雜誌上的畫 剪下來的呢 我們當然需要 卡尾剪刀